针对中国目前自由派人士遭严打 极左思潮大行其道 个人崇拜重新抬头 文革似有死灰复燃之势 罗宇认为习近平今天还要捡起毛的专制来治理中国 不仅行不通 而且很愚蠢 他如果想把中国今年的社会 往毛泽东那个时代倒退的话 那就肯定完蛋了 因为他也不是毛 这个毛那时候的党和军队和人民群众也都没有了 所以他如果想 如果想啊 因为我想他不是个笨人 他也 我觉得现在不会有谁还想 把中国的社会往毛的那个时候拉了 退了 所以呢 我觉得 他也 不会觉得 往毛的那个时候退会是出路 承认对习近平仍抱着希望的罗宇认为 习近平现在并没有能力控制全局 你比如说他刚刚说了 一国两制 不能走样 没有十天吧 也不知道谁 反正肯定是国内的 不是公安就是国安嘛 就越境去捉人 就等于打了他一个嘴巴 这种事 现在也搞不清楚 是他点了头的 底下的人敢干的 还是底下的人就是给他 给他捣乱 就是你说一国两制不能走样 我就给你走走样 就是说他现在十个指头按不住 十个蚂蚱 他控制了大局 但他控制不了中小局 罗宇说 1989年出于对邓小平杨尚昆 下令开枪镇压学生的强烈不满 六四后他辞去了总参装备部的处长职位 并与在工作中结识 在六四问题上 见识一致的前香港明星梁国新 在海外结为连理 这是六四以后了 我不是跟你说 在法国见面吗 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就说 你同意六四开枪法 很凶很凶的 然后我说我当然不同意了 就这么着才谈到一起了 1992年 江泽民班主席令开除罗宇的军级和党级 后来虽然发还了身份证 他仍深感 有家不能回 有国不能归 你不管是中国人也好 外国人也好 但你现在 他把你抓起来以后 你没地方讲理 那关键是这个 这个专制的问题就是 就是你看 这个中国的那些贪官跑到美国来了 然后捉起来以后还得到法庭上去 去说啊 说是违没违法或什么 反正他就有个地方去讲 在中国他没地方讲啊 罗宇说 自1999年在新加坡见过一面 17年了 母子未有机会再相会 习近平和罗宇的父亲们 在毛泽东时代都官拜副总理 毛泽东发动的文革 斗倒了他们的父亲 摧毁了他们的家庭 罗宇认为 共同的苦难经历 应该让习近平能接受他的忠告 他老爸实际上就是 就实际上就是感到 毛的那一套行不通 必须多点人性 那么这个呢 我觉得对他应该有影响的 罗宇表示 习近平应该自己想清楚 主动走自由民主之路 是他的最佳选择 也是中华民族之福 社会付出的代价也最少 人民也最少受苦 他自己和他的家庭 也能够安保平安 他自己想清楚了 把中国国引入民主政体 引入世界民主大潮 这是最好的形势 罗宇认为 对习近平而言 除此之外 别无他途 中国共产党已经都全都腐败了 而且这个 从历朝历代来讲 这种买官卖官 进入了这个官僚体系的话 那就完蛋了 没有第三条路 没有第三条路 美国之音记者方斌张珍 宾州西奔伯格报道 虽然您离开体制 生活中斌张珍